近日估中南部疫情一周内进入高峰期 而传统市场的生意照做 摊伤担心染疫天天都做快筛 台中市府加码针对传统市场摊伤 每个人送两剂快筛 不过现在传出了建国市场的管理员 趁摊伤戴好口罩时 被对方拿安全帽狂砸 传统市场内白摊伤口罩戴下巴 故意走向管理员出言挑衅 接着拿起安全帽砸了过来 白摊伤打了人还大声呛吓 立刻被其他人诈开 白摊伤这么气 原来只因为没戴口罩被开单 就几分钟前白摊伤在摊位上忙着搬货 因为没戴口罩被管理员当场抓包 男子不但不配合提供证件 海啸江怒呛要请他吃子弹 冲突地人就在台中东区建国市场 防疫期间市场声音造作 为了配合防疫 进发局管理员都会站在入口像这样 量体温喷酒精还得到市场内巡视 看摊伤又无配戴口罩 白摊伤不满被开单加上管理员的口气 瞬间隐然怒火 他有报警当下那个人就追过来 就是直接就是安全帽拿下来就打下去了 左侧肩膀脖子头部左眼窝 回到家之前要不要让妈妈担心 现在眼睛还有点模糊而已 市长卢秀燕上午前往视察 特地慰问管理员 希望摊伤们彼此将心彼心落实防疫 至于白摊伤呛伤又打人 没来口罩罚款得照付 希望也被警方以恐吓伤害妨碍公共罪嫌 移送法本 接下来我们下网通山 台中 唱不懂